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首先念开经纪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36院 教化随意院 今天从214页开始 我们先读一下经文 这个在209页 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 生我国者 究竟必知一生补处 除其本愿 为众生故 披红四楷 教化一切有情 皆发信心 修菩提恨 行普贤道 虽身他方世界 永离恶趣 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献神主 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若不遏者 不取正觉 这一段经文 有两个愿 第三十五是一生补处愿 那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了 所以极乐世界是非常殊胜 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而且是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 而且成就很快 因为阿弥陀经说 其中多有一生补处 其数甚多 所以代表这十节以来往生的人 超过一半都到达一生补处 等觉菩萨的位置了 所以为什么 《华言经》末后 普贤菩萨要劝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僧大师 求生导归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国土成佛快 好 第三十六愿是教化随意愿 在经文当中 这个提到了除其本愿 为众生故 这个代表杜众的心比较怯 想要赶快杜众生 但是我们毕竟烦恼还没有断 假如烦恼没断 很难保证在度众生的时候 会不会退转 会不会堕落 我们毕竟做事 还是要考虑稳妥 要有把握 历史当中 苏东坡先生 这个应该是 华人都比较认识的 一代文好 我们平常有很多句子 大家耳熟能详 是他写的 比方说中秋节 但愿人长久 下一句 不能接千里共残涓 这样会增长人的情势 但愿人长久 我们把它改一下 唯有念弥陀 这样才能清卷永团聚 因为种的因是一样的 一家人都念阿弥陀佛 那都在西方相聚 生生世世 不分离了 那苏东坡先生的前世 是无主戒禅师 那是出家人 那是 赫诞如来加业 要度众生 但是 没有了脱生死 还是在轮回当中 再转世为苏东坡 就比不上上一世 紧接着再下一世 变成一个小官 所以我们娑婆界 退缘比较多 静多 退少 退多 退得多 静得少 所以 释迦牟尼佛劝我们 要求生极乐世界 那边 不会再退转了 而且 成就的速度 很快 所以 苏东坡的视线 也提醒我们 还是要 求生净土 阿弥陀佛一加持 我们就做 阿维悦之菩萨 再来度众生 不会有散失 我们上一次 讲到的 教化一切有情 他因为知道这个法门 极乐世界回来的菩萨 他可以教化的对象 是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 比方说你遇到一些大菩萨 但是他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过 那我们 去的其实是世界再回来 那我们是过来人就可以介绍给他了 所以教化一切有情 接下来 接下来214页 提到了 此事极乐 菩萨 道价慈航 度众生的目标 最浅 最浅的目标是信 教化众生都揭发信心 实在讲 菩萨有能力 教九界一切有情 对这个法门产生信心 当然 第一是众生根俗 第二是弥陀威神加持 我们才有能力 教他们听了之后 生起信心 绝对不是 自己有能力 无量寿经后面 有提到了 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死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末法了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我们是正法已经过了 一千多年 两千多年 当有众生 执诸善本 以臣供养 无量诸佛 由比如来 家威力固 他已经供养了无量诸佛 无量诸佛在加持他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所以 听闻这个法门 能相信 有阿弥陀佛 以及一切诸佛 微神的加持 无量诸佛 在加持 那我们得要珍惜 遇到这个法门的机缘 不辜负 我们所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的加持 接着师长说了 即使听法 相信了 的这个人 也是他自己的善根成熟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 微神加持 然后他相信了 这个阿弥陀经有提到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所以这个法门 是不可思议 当然万法因缘所生 因 是自己善根成熟 就像今天 我们父母 老师 包含 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 那我们不愿意听 他们的话 他们也帮不上我们 所谓天助自助者 天救自救者 所以这个人 善根成熟是因 感得诸佛如来 来加持他的缘分 那 诸佛加持 他相信了 由此可知 这里是无量因缘 无量功德 不可思许 不可思议 不是单纯的事情 那这个人能供养 无量诸佛 那他的善根也不一般 所以 由此可知 这不是单纯的事 所以功德 无不圆满 好 那这里提到 这个从极乐世界 回来的菩萨 他度众生 在这医院里面 首先他要达到的目的 让众生起信 揭发信心 那我们看到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特别常以 海贤老法师 为榜样 那他的视线 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往生当天 干活还从早干到晚 最后很清楚 自己今天要走了 晚上还敲影轻念佛 就往生了 所以老和尚 劝勉我们 要多看他老人家的光碟 我们看了觉得 哎呀 念佛 这个法门 功德不可思议 能念到成就这么高 这么长寿 健康 这个都给我们信心 这个是深教 包含我们看 我们最近 黄念祖老居士 他在他的开示当中 也常常提到 要起信心 而我们往生净土 是三之良 信愿行 三之良 苦海得此行 聚足信愿行 万修万人去 而且往生与佛 在信愿之有无 你能真信窃愿 当然 真信窃愿 不可能不念佛 真信窃愿 很肯切 要往生极的世界 对这个世间 就不会留恋 阿弥陀佛是大慈父 怜悯我们 胜于父母念子 他老人家愿意我们 多受一天轮回苦 甚至于说 忍心我们 多受一刻轮回苦 我们当过父母的人 看着孩子发高烧了 会怎么样 心疼 老天爷 你把他的病苦 加在我身上 不忍心 孩子都受苦 那佛菩萨是 怜悯我们 胜于父母念子 所以我们真想去 感应到交 他马上就接我们走了 所以这是阿弥陀佛的心 所以 怎么还没把我接走 那我还没有放下 问题不在阿弥陀佛那边 我看有些念佛的人 我看有些念佛的人 有些年纪大了 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接我 你仔细观察他 他念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什么什么事你帮我去办一办 念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个人怎么样了 脑子里还想很多事情 他自己没有细心去关照 牵肠挂肚的事 还很多 所以得要看得破放得下来 因为牵肠挂肚 悟了自己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机会 然后呢 还造成别人心理的负担 因为你对他牵肠挂肚 他也会感觉到 他也会有负担 这个我们自己感受感受 比方说哪一个人很操心你 你也不太放松 也会担心他牵挂 这样变成互相牵绊 互相信任 然后呢 多念佛 回向给对方 回向给亲戚朋友 这个是对他们的最大的利益 那三十七年也讲到 便就今朝臣佛去 勒邦化主 以贤持 我今天就往生了 阿弥陀佛看到我 说哎呀 你怎么现在才来 这些话都点出了 白症 一般来讲 可能都会想 怎么治好 那整个心思啊 都会放在怎么治好 就不是一心求生净主 往往都是当事人 下定决心 我不治了 佛们也说 小病从医 大病从死 大病不容易治了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当然我们也看到 不少例子 一心念佛 因为身体 是物质 物质是念头相续 产生的相 所以一心念佛 这个念头都是最善的 善中之善 有的念念念 身体好了 有这样的例子 看刘树云老师 那红班性郎昌 危险性 超过癌症 也是念好了 所以你看 一心念佛 要不可以念好 要不呢 往生的因缘 成熟 都是很好的事情 当然了 这个也要看实际的情况 比方说 家里人 一定要你去治疗 假如你不治疗 全家人就 不能接受 搞得你 也安不下心来 当然了 很多事情 最好都是 先做准备 先跟家里人 沟通 身体健康的时候 年纪还不算太大的时候 早做沟通 建立一些共识 等真的有这个情况 家人也比较能尊重 比较能理解 所以我们修行人 也都要提升自己 处理事情的能力 中庸有讲 凡事欲以择利 不欲以择废 就是对事 要事先的准备 才不会遇到的时候 很索忙脚乱 很慌张 就像家里已经有 高龄的老人 就要随时做好 无常到来的准备 那这样 就比较从容应对了 都没有心理准备 一下慌了手脚 可能把老人家 最关键 这一生最重要的时刻 耽搁了 最重要的时刻 往生前 跟往生后 八到十二个小时 当然保险了 还是十二个小时 比较保险 在一旁护持他 提醒他 提起正念 那可能他这一生的因缘就成熟了 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佛法 佛是绝的意思 在那里绝 在做人上 在做事上 觉悟 处理事 很清楚 明白 不会临时抱佛脚 好 那陈德 有看到 这些同修 或者他们的家里的老人 一下定决心 不治疗了 因为他平常也是念佛人 他把治疗的念头 彻底放下 他觉得治不好了 他就一心念佛 没有超过七天的 就走了 所以我们感觉到 阿弥陀佛确实 不希望我们多受 轮回苦 所以这个感应 不可思议 那我们看到 这个黄念佬 包含 许多祖师 他们很可能都是 极乐世界再来的 甚至于说 可能都是西方三圣 再来的了 那我们居然 黄老在讲习当中 的教诲 在净土之良当中 有提到六信 大家有问题 有写上来的 我们这个月 六月三十号 有回答问题 在跟大家做回答 假如不是很急的 很急的我们在 可以就这个问题 在给大家做回馈 有时候有问题 自己要静下心来 用师长所骄造的 这些精教思维 很有可能自己就想通了 我们往往心静不下来 然后就要着急 就想问人家 我们当时学佛 身边也没人可以问 往往念着佛 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 所以大家确实修行的路上 要先降得浮躁之气定 不能心服气造 而且人一服照 观照不到自己的状态 心七上八下 自己没注意 假如注意到了 就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降伏这个妄心 然后也注意不到 自己的形象 比方说最近这个人 心情不好 他都忘了剪头发 然后头发都盖到眼睛来了 有时候照镜子 就是在修行 看看自己的状态 念佛的人 修行的人 要让亲戚朋友看起来精神焕发 不能展现一个人生苦短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活动 我印象很深刻 来了一个大哥哥 应该到我们十岁有了 他也来参加活动 他每一次讲话前 他就人生苦短了 你看我们当时候正值十六七岁 这个是春天 花要绽放的时候 看到这个长辈都是叹气 跟我们的磁场 隔隔不入 可能我就产生了 我看这个学佛 以后再说吧 假如当时候遇到这个长辈说 学佛可以解决一切烦恼 我们那个年龄也有少年为特的烦恼 烦恼客业 烦恼种种 假如遇到个长辈能引导我们 刚好我们 这个月十六到二十二号 青少年汉学影 跟这些年轻人 看看他们现在在想什么 怎么用佛法引导他们 珍惜青春时光 越年轻修行 越容易得力 因为他染污少 体力精神 记忆力都好 你看老和尚给我们展现学佛的榜样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所以大家 一定要认真对待佛门第一堂课 教授的老师 叫弥勒菩萨 第一课 大家 毕业了没有 孝口常开 为什么孝口常开 因为事事是好事 那没有事情会生烦恼 烦恼及补底 我们要学到转念 危机及转机 没有坏事情 比方说身体 有的情况 那是我们自我感受 觉得是坏事 其实身体有反应 就是在保护我们 主人 你不能再透支 你要注意哪些事 那怎么是坏事 最近我的身体 也有给我一些忠告 叫我要悠着点 因为我 看过的电视剧 当然 现在不要乱看电视剧 除非是正知正见的电视剧 我们这个《薰文成总》上面 有剪了一些电视剧 大家可以上去看 那是审核过的 像一道 有精华版 确实可以从中 学到五轮关系 而且那个是戏剧拍出来 容易产生共鸣 当时候我年轻还不懂得选择 当然这个片子 拍得也还不错 但是里面内容 怕人家学错了 三国演义 我们想一想 一般人看三国演义 会学到什么 照理讲要学到什么 义 三国演义 一般人看的 学到技谋 那这个就学错了 学义最重要了 我在某一个片段 流眼泪流最多的 就是看到孔明 这个孔明 要恢复汗室 七出其三 你看到最后了 都病得很重了 还在那里 关心国家大事 旁边的士兵 成像 你怎么越吃越少 我看到那里 流的眼泪最多 我在想 我前世是不是 就是站在诸葛狗明旁边 那个士兵 目睹了整个情况 难怪我触动这么深 后来想一想 可能性格也受到他一些影响 他活到五十四岁 我想我不能走他的路 不能太透支了 因为现在看到很多胎教的孩子 胎里面就听我讲课了 这些孩子我得珍惜这个姻缘 再过二十年 他们才二十五六岁 我得护好他们才行 人与人的缘分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法眷属的姻缘 要珍惜住 而且老儿上也说了 他的姻缘非常特殊 老儿上说 以前以后像他这样的姻缘 可能不大可能 老儿上周游列国 周游世界 可能也很微妙 因为老儿上是学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是油画世间 李秉南老师也是跟老儿上提到 最好定在一个地方 老儿上种义气的人 假如姻缘成熟 他真的就定在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老人家有影响世界的姻缘 所以佛菩萨安排 最后到了联合谷 去教化了 你说韩馆长那个姻缘都没有变 老儿上就不会走了 所以老儿上属于特殊姻缘 那李老为什么强调 要在一个地方 因为他老人家也表演给我们看 在台中教化38年 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县市 过过夜 定在这个地方教化 哪有大众听课听一个月 两个月就成就了 往往都是要听几年 几十年 长期熏修 成就了 当然我们现在时代 又有这种网际网路 卫星这些科技 当然也是可以 跟大众长期的熏悉 当然定在一个地方 这个确实还是很重要 你要带一个团队表法 那也是要长期 大家一起共学 共筑共学 才能带得起来 所以这个 我们要效法老和尚 他展现的是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所以学佛人要展现笑容 要精神焕发 要把弥勒菩萨的第一堂课 学好 不只是笑口常开 还有一句叫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学习的就是 大肚能容 看到弥勒菩萨的肚子 就要想到 我还有没有不能包容的人 有的话 生惭愧心 赶快要能容忍 心里不能装人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这刘树云老师的法语 我心里不装事 装事是非多 我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最近发了一个 黄老的教诲 黄老谈深信 你看都跟幸运行 有关系 他老人家就提到了 他有一个嗜好 喜欢游园 可能北京漂亮的园比较多 我去过北京很多次了 还在北京呆过 整整块一年 在各大专院项 分享传统文化 你问我北京有什么园 我不知道 宜和园 我也没去过 好 那这个黄老就提到了 他以前喜欢游园 后来慢慢都放下了 你对世间 人事物 你还有喜欢呢 那可能就被他留在这个世间了 这统统都要放下 好 那我们来 深入他老人家的教诲 这个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这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大菩萨来的了 让我们揭发信心 黄老提到了 一般人都会说 我是佛教徒 焉能不信 你跟佛教徒说 你不信佛 他可能就 就不高兴了 你怎么说我不信 我都念佛念了十几年了 这个是向上 老和尚出家又受巨族界了 李炳南老师 远远就指着 师长说 你要信佛 所以 我们得检查检查 我们的信到什么程度了 这由于不知信 是有深浅邪证之别 许多人归依佛教 人性外道 这个信心就不正 这个确实有遇到 平常都是念经 遇到家里 孩子出什么情况 身体出什么情况 可能去求神问普 又有人能信 有西方 有极乐 有阿弥陀佛 只信到这里 此信很浅 你看 有邪证生浅 不是深信 引了偶尔大师 弥陀要解 指出六信 理事 至他因果 六者都信 才是深信 信有极乐 是信事 信有极乐世界这件事 信有弥陀 那是信他 这个信他里面 信释迦牟尼佛 劝我们去极乐世界 信西方 有阿弥陀佛 在六信中 只占两信 仅有三分之一 此信甚浅 若要深信 就须明理 理明 信就深 信的深 怨就窃 怨窃 行就专 你就老实念佛了 六信中的理与智 都包括在所明之理 里面 要明理 好 这个六信里面 有理 有智 就是性理 跟性智 理呢 是指理体 就是法身 这个体 就是能身 能身万法 这个就是本体 就是理体 叫法身 也就是当人的本源 佛性 就是我们的真心 有很多称谓 理体 我们的佛性 而接下来提到 极乐世界的一切 四项庄严 都是理体 法身 自心的流线 极乐世界从哪里来 我们自心变现的一真法界 所以十万亿尘 去此不远 静修节要里面提到 心做 心事 所以 无有一法 是离开自心 所以 极乐世界的 庄严 也是我们 自心所流线 所以这就 不但信受了 表面的事项 而且体会了 事物的本体 我们相信 有极乐世界这件事 但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 是我们自心所流线的 脱笔一阵 嫌我自心 极乐世界一阵的庄严 我们接触到了 把我们自心的 这些智慧德能 引发出来了 所以这才认识到 事物的真实处 这才是 深信 好 这个是讲理 要信理 我们佛门常有一句话讲 一切法 从心想生 那极乐世界 从哪里来了 也没有离开 我们的心 那他佛 自佛 也是如此 只信阿弥陀佛 是信他佛 不明本师所视 自身本具 如来 智慧德相 自己是佛 信心要从这里建立 我感觉我们现在烦恼从哪里来了 烦恼都离不开 怀疑自己 一个人会怀疑自己 就很容易怀疑别人了 老话上讲 老话上讲 愚痴的核心是怀疑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关照关照 我们只要烦恼上来了 一定跟疑有关系 哎呀 他这个人怎么这样 你再怀疑别人的福性 你灼在他的习性上 或者自己很沮丧 你就怀疑自己 未来的世界 不要说未来 当前就是了 最严重的是心理疾病 19世纪是心脏病 20世纪是癌症 21世纪是忧郁症 大家冷静看看 你看到这忧郁症人口多了 看起来是坏事 你换另外一个角度 提醒这个时代的人 你不修行是不行的了 你看以前的人 社会单纯 他没有修行 他还无疾而终 他也没干什么坏事 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 外在的诱惑 整个世间的复杂度很高 内的烦恼 又比以前的人多很多 逼得不得不去修行 心理忧郁都跟怀疑自己 对自己没信心有关 所以老老上说 怀疑山崩地陷 外在是地陷下去了 一个人一怀疑的时候 自己就好像掉到一个无底洞 爬不起来了 所以啊 这个性质很重要哦 这是佛开悟的第一句话哦 其在其在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我遇到一个同修跟我说 我很相信释迦牟尼佛 可是我不相信我自己 我说你这句话有矛盾 你相信释迦牟尼佛 那你应该对他讲的话不怀疑吧 好就不说别的吧 第一句你都没相信 你还说你相信释迦牟尼佛 这句话对我帮助太大了 我以前也很没信心 成长过程不知不觉攀比 跟人家比身高 比长相 比成绩 比才能 怎么比都没信心 比 比 Nike Ribbuck的鞋子有几双 比这个就麻烦了 人比人 就气死人了 通通 都搞虚荣了 虚滑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 还懂得要修行 这个都是善根 不然很容易就随波逐流了 那后来 接触到老和尚的教法 自己还有一点善根 就是觉得佛菩萨 圣贤 祖先 老和尚不可能骗我 我相信这一点 所以对他们讲的话就不怀疑了 哇 一下 一切众生 接触 如来 智慧 德相 这个心 安在真理了 我有如来 智慧 德相 可以开发出来 可以恢复 回来 下一句也很重要 但以妄想 执着 不能正德 所以第一句 我们不自卑了 我跟佛一样 有如来智慧德相 再来也不会傲慢 因为我现在还有妄想 分别执着 障碍住人 我得赶快恢复我的佛性 这叫自爱 所以圣教教两件事 自爱 爱人 这个信心建立在真理上 信心假如建立在外在 跟人的攀比 那个是随时会 信心崩塌掉的 最近 我们有个年轻的孩子 十多岁 长了青春痘 我看他挺烦恼的 然后头发越流越长 然后精神不好 我说你为什么 头发流那么长不减呢 他说我想把我的青春痘盖住 这叫没脸见人 这个 他青春痘在这个鼻子两旁 我说你已经接触佛法了 你要用觉悟来对待你发生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 你这个青春痘长在哪 可能都在告诉你 你的内脏哪些部位要注意了 要调整 不是坏事 你看最近我们王大夫来了 你怎么不去请教他呢 不是坏事情 再来 再来 你想一想 我们五千年历史当中 曾经记录哪一个人说 把他流名轻屎 因为他长得太帅了 你见过一个吗 结果你现在这么在乎帅不帅 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他很困扰 那你看 你这一生会有什么大成就吗 所以你要觉悟起来 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而且你现在长了 你能把它调好 你这转烦恼为菩提 你以后还可以供养别人 提醒别人 你可能身体哪些内脏反映你的问题 你这个痘痘长在哪里 那是不一样的情况 你学圣教的人 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你要有举世不知 我独知之见识 才能有举世不为 我独为的志气 你看你现在的同学 吃喝玩乐的很多 在你这个年龄 乱搞男女关系的都有 可是你很清楚 我这一生要来干嘛 这个就是你的见识 你形成的志气 有举世不为 我独为的志气 才能有人所不到 我独到这境界 不能白白来世间一趟 有人所不到 而我独到这境界 才能有顿世不见 知而不悔的胸怀 人家都不理解你了 你还是很坚定的做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老和尚 遇到人家 毁谤攻击 非常的强烈 但老和尚没有 神烦恼 甚至讲到了 全世界都不弘扬 晦极本 我一个人一定弘扬 那么坚定 全天下的人都误解他了 他也不难过 坚持下来了 你看现在 海贤老和尚拿着 若要佛法星 我也要身战身 给晦极本 给老和尚证明 也给黄老 夏老 证明 智相要远大 不能 因为长相 就是那么大的烦恼 当然大家不要听到 我刚刚这一段话 明天就很拉丽拉踏的 去见人 不要又听了 又偏到另外一边去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好 所以我们要信 自身本具如来 智慧得相 如观经说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我这颗心 有如来智慧得相 是心是佛 我要让它恢复 所以是心做佛 所以要 所以要开始觉悟了 开始念佛了 你不念佛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 我们虽然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是它被障碍住了 而且我们又继续造业 那离我们的本性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要觉悟起来了 觉悟了 叫始觉 始觉和本觉 所以要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 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四心做佛 六时 一天有六时 这个是印度的算法 二十四小时 二六时钟 这个是二六 白天六时 晚上六时 总共二十四个小时 二六时钟 勿忘唤醒自己 行处坐卧 穿衣吃饭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真的要做事的 佛号放下 但是真心没有断 真诚慈悲去处理事 清净平等去处理事 你去做什么事 带有个人目的 那不是真心的 无所求的心去做 真诚慈悲 去做 这样也是在幻想自己 这个念佛念之是精心 念是精心 心上真有佛 心上都是保持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性 所以二六时钟 勿忘唤醒自己 一身佛号内 只贵字句分明 一字一句 念清楚 听清楚 好 这个叫红明正章自性 这一句佛号就是自性的德号 若能信受本师 成佛史的开示 就容易了解 观经的经文 你看华言经 观经 这个经典都是互相呼应的 所以自己修行念佛 是自己的本心 在做佛 至于自己的本心 自己的本心是 本具如来 智慧得相 是观经的 是心是佛 这才能接受观经的 无上开示 所以不但信他佛 并能信智佛 相信自己 本来是佛 所信就深入了 所以这个信的更深了 同样是信 邪正 深浅 四种功德的差别 不是数字所能表示的 所以自己信的深不深 信的正不正 常常要以这六性来关照 而且要自己去感受了 你信的深 愿就怯了 不会常常 还被很多的事情 就把我们的心拉过去了 更不会起很多怀疑了 一起怀疑 一起烦恼 就是信不够深 这个我们要自己检查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大家也可以检查检查 只要自己身烦恼 只要自己身烦恼 一定跟 不相信自己有关 不相信他人有关 能把疑心去掉 烦恼就不容易起来 接下来一段 对于耀解所说的六性 能生实性 必生殊胜功德 我们对这一句佛号的信心 没有丝毫怀疑 那这个念一生 那个功德不可思议 金刚经说的 信心清净 折身实相 你对这一万德鸿鸣 没有丝毫怀疑 百分之百的信心 念这一句佛号 跟实相念佛 没有差别 这个是江卫龙居士 在金刚经讲义里面提到的 我们能够老实持名 即是暗和道妙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实相 跟念实相没有差别 所以这个持名念佛是 善巧到极处来 黄老常常都有提到 你看金刚经那是法身境界 是实相 那里面很关键的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你看我们在凡夫地 居然可以修法身的境界 这个方法妙不可言 你万元放下了 因无所住 可是又一生接一生 叫俄身其心 凡夫只能身心 然后妄念相续不断 那阿罗汉 他偏真涅槃 他只能无住 不能身心 那三弦位的菩萨 他可以一段时间无住 一段时间身心 他不能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一般是地上菩萨 才达得到这样的功夫 你看我们这个 慈名念佛 暗和道庙 巧入无身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实相 世故能灭重罪 能消重业 所以他灭罪 消业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观经也呼应了 一生阿弥陀佛 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所以 必生殊胜功德 那这个 能信因果 这个是六性当中的 两点 能信因果 便自然止恶修善 情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圣因果 不愿意再造罪恶 而且老和尚说 要信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因为三辈往生 都有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再信 再能信他 信本师 世尊的教会 阿弥陀佛的大愿 六方佛的证明 这个都是信他 而且 你相信 佛所讲的 佛是 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于是自然就能信是 真有极乐世界 所以信经中的两个有 阿弥陀佛经里面 有西方 西方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所以于是 发愿求生 老实念佛 这样于六性中 就生起了 就生起了 是信 信因 信果 信他 信事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就信自己 还有信礼 阿弥陀佛 是我真心所流现的佛国度 这个是信礼 进一步如人六性俱足 其功德更是殊胜 决定往生 并且品位甚高 这个是黄念老给我们谈到的六性 我们修学的人 常常自我堪念 我们这个信 信得神不神 正不正 你不能信偏的自己都不知道了 信邪恶的自己都不知道了 那 进一步 这个更进一步 就是 修菩提恨 这是四八院的经文 不但真信 真正发心 真正一心称念 求生净土 这就是修菩提恨 正像经上所说的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前面揭发信心 可以说跟西方极了 结了善缘 起了信心 金刚种子 种在他阿赖耶士里 永远不坏 这是第二步功夫 修菩提恨 修菩提恨 那他就决定往生 这个菩提恨是 能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我们现在检查检查 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要在决定往生的阶段 你要修菩提恨 你当然要发菩提心 菩萨六度万恨 菩萨就是发大成心 众生无边 誓愿度 而我们看 这一句佛号里面 有没有六度万恨 所以欧毅大师 有一段法语 非常精彩 我们来体会体会 感受感受 真能念佛 放下身心世界 极大不失 身外之物 容易不失 整个身心世界 不容易不失 现在 你念佛的时候 整个身心世界都放下 这大不失 我把一切妄念放下 一心念佛 以此功德 回向 化解世界灾难 这个是大不失 印光祖师 大师菩萨再来 他这一生 只有一次 对外开示 就是在上海 护国席在法会 里面一直 重复强调 现在灾难太多 最好的方法 就是念佛 回向 好 当然也强调 身性因果 人才不会造恶 念佛 消业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 真能念佛 放下身心世界 极大不失 真能念佛 不负起贪嗔痴 贪嗔痴的念头 没起来 大慈戒 慈戒的目的是什么 得清净心 降辅贪嗔痴 你看一生接一生 贪嗔痴的念头 都没了 大慈戒 真能念佛 不骚 剑断 夹杂 极大精进 真能念佛 真能念佛 不计 是非人我 极大忍辱 你心里都没有 是非人我了 就不会起情绪了 大忍辱 真能念佛 不骚断 夹杂 精进 用功 真能念佛 不复妄想持足 你没有妄念 就禅定 大禅定 真能念佛 不为他起所获 你不会又会因为 其他什么法门 又把你的修行 引到另外的路上去了 你是一心 一向专念 这是大智慧 好像是 善导大师说了 连佛来跟你说 还有更好的法门 你都不为所动了 这是大智慧 十地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出地到实地 始终不离念佛 那是他们有高度的智慧 选择念佛 因为念佛三昧 是保王三昧 三昧中王 是佛门修行的顶法 那有大智慧的人 才能珍惜顶法 所以一句佛号里面 也有六度万恨 第三个层次最高 是行普贤道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成佛道 这普贤神是菩萨的顶法 这还得了 普贤道是十大愿望 念佛人能修十大愿望 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必定是上上品往生 我们听到老和尚这一段 请问大家 现在目标定在 往生哪一个品位 你没有遇到老和尚变霸 你都遇到了 不会听完这一句 我还是下下品就好了 那这个反映出 我们不够有志气 修道人要 这个志向要远大 古人也提醒了 你立目标 取法乎上 你一不小心 最少还有中 取法乎中 你一不小心还有下 你一下子就 我下就好了 那一不小心 刚好 无所得了怎么办 所以要研究《华言经》 要听听普贤行愿品 所以老和尚在讲大经课著 都会深入开解 普贤十愿 因为经文 第二品 贤共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所以才知道 十大愿望 怎么修法 我们依老和尚的教诲 他老人家气里气机 帮我们开解普贤行 我们就知道怎么用功 我们就知道怎么用功 老和尚把他的心法告诉我们 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 跟对阿弥陀佛没有两样 老和尚的心中 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能听到这样的法不容易 要效法老和尚 我们对阿弥陀佛 我们面对的事 我们尽心尽力 这个就是理静事 就是普贤行 也不能拖拖拉拉的 不能阳奉阴违的 这个都跟普贤行 背道而驰 再来物品 也是理静 所以老和尚说的 你把桌子擦干净了 就是对桌子的理静 你总不能看到桌子 一直给它鞠躬 人家觉得你这个佛法学呆掉了 老和尚开解的很仔细 我们再延伸开来 你对桌子要理静 你对水要不要理静 不能浪费 你对自己的衣服要不要理静 要爱惜它 你看李秉仁老师 他的大衣用了几十年 现在还在纪念馆里面 看起来很庄严 很爱惜东西 包含李老 里面都是补补丁的 这个都是对物品 节俭 这个都是理静 所以极乐菩萨 道价慈行 教化一切众生 有三个目标 第一是令性 第二是令行 让他发愿 形容菩萨道 第三是最殊胜的 令行 普贤道 我们看夏年居老居士的法语里面 有两个字 很深刻 叫真干 你看普贤菩萨做的是什么 大象 你看走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的 所以表示 这个 学一句 做一句 真干 真 没有一毫 自欺 没有一毫 假杂 这个才是真 没有一毫 懈怠 没有一毫 自我宽恕 给自己找借口 这个都是自述了 这个就不是干了 所以我们观察 夏年居老居士 有可能是 普贤菩萨再来了 都在提醒我们要真干 要干真的 不能干假的 他老人家还提到了 说得千里 不如行得一步 你讲的天花乱坠 都能讲很高深的佛礼 可是真正在五轮关系 处世带人 用不出来 这就是学偏 所以我们现在学偏的很多 孔子都有提醒我们 博学于文 你学了很多大成教 教理 约之以礼 你要落实在礼 落实在戒 亦可以服判以服 那个判就是偏 要这么学 才能解形相应 博学于文是解 约之以礼是行 解形相应了 才不会学偏调了 所以我们冷静 看看 现在讲道理一套一套的 夫妻相处不来 没有学礼 五轮都是礼 孩子也不会教 也没用心教 这个都学偏调了 你包含跟人家相处在一起 关门 也都不会考虑到 吵到了人 这个就没有持戒 不杀生是不脑害众生 你看大家学大臣佛法 老上当时有讲经说的 一台游览车来了 大家上车 争先恐后 不是要占人家便宜了吗 人家明明排在前面 你要争到前面去 还占位置 这个就是不偷盗 延伸开来 不占人家便宜 这个都是在处事的时候 用出来的 真的 我们见过 哇 好喜欢听经 这年轻人喜欢听经 在团体生活 占人家便宜 不主动付出 还要人家帮他服务 帮他拿行李 那道理懂得越多 学得越偏 因为都没有落实 没有解形相应 好 接着 虽身他方世界 永离恶趣 这是阿弥陀佛 愿力加持 我们现在要问 假如我发愿 要到地狱里去度众生 地狱我还要不要去 还是一样去 去怎么样呢 永离恶趣 虽然去了 没有恶受 就是永离 在地狱 在地狱没有苦受 在恶鬼 在畜生 也没有苦受 身心拒不受 就是永离 离是真的 是真理的 否则 三恶道 不就没有菩萨了 三恶道 一样有佛菩萨 凡夫在里面 有苦受 佛菩萨在里面 没有苦受 婆罗门女 念佛念到 法身境界了 她去到地狱 也没有苦受了 你看观音菩萨 到了地狱 度众生 视线 浇灭大事 她也没有苦受 地狀菩萨 在地狱 度众生了 诸佛菩萨 在人间 没有人间 这些苦受 我们凡夫 在人道里 很苦 尤其是现在 做人 相当苦 菩萨在人道教化 众生不苦 这是永离 在其中 但是不受苦 这是永离的 意思 其实我们现在 愿力大过业力 也不苦 其实苦从哪里来的 我直来的 你愿力大过业力了 这个我 渐渐放下来 所以老和尚开解 成愿再来 就是愿力要大过业力 所以诸位千万不要错会的意思 以为三恶道理 决定没有佛菩萨 因为他们都不去的 那就把永离给领悟错了 这是一文解义 三世佛都喊冤枉 你把他的意思 错会了 所以 所以恶道理的佛菩萨 很多 他们在恶道理视线 或者是说法 接下来就是 他们度化众生的方式 会要说法 会要听法 会献神主 随意休息 无不圆满 这个很自在 这段经文 我们下一次 再来一起学习 今天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我们一起念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